为什么我挤不出来,所以宝宝吃不饱一直哭,其实只要用对方法,母乳之路就会很畅通过,挤不出奶水,其实只是你太紧张,到底为什么会没有奶水,其实很多部分都是心理上的因素,影响了生理的反应。 妈妈给自己压力,很多妈妈还没开始喂奶就已经在担心奶水不够,实际开始喂的时候,一定会有一段过渡期,妈妈跟宝宝都还在摸索奶量的途中,妈妈很容易自己吓自己,一下怕宝宝喝不饱,一下又担心频繁喂奶宝宝会哄念妈妈,其实完全不需要担心。 若妈妈感到忧虑,遭到压力,自信不足,不喜欢哺乳,疲惫等等,反而会影响母组的分泌量,宝宝也可能不爱喝奶,所以妈妈千万不要把喂奶当成责任或压力,因保持放松的心情哺乳,创造正群滑窝,旁人言语的压力,当然,有时候压力不一定是自己给的,很多小辈都认为母奶喝不饱,是不是应该喂配方奶, 或是宝宝一哭就责怪妈妈奶水不够宝宝喝,一直检查妈妈一喝的奶水够不够之类的,这些语言与举动只会让母组妈妈更焦虑不安,所以旁人应注意不要过度干涉或关注,以免又会造成妈妈的压力。 而奶无秘诀,妈妈跟着做,其实无来很奇妙,它产生的原理就是宝宝需要越多,奶水就制造越多,也就是说,必须先跟身体下订单,有足够的刺激将开关打开,才会有奶水,那,该怎么做了? 宝宝一出生就喂奶,虽然产后荷尔蒙会帮助秘乳,但有些妈妈产后没有喂奶,只是一直等奶水来,几天后可能就严重炸奶,缺席也寄不出来。 建议在宝宝刚出生时,妈妈还在产材上就开始哺乳,做第一次的亲密接触,其实宝宝一出生就有脚乳房的本能,即使当下不一定有奶水,但这除了是宝宝第一个生命记忆,更是暗示身体,要动空咯,奶水自然就会来,平凡的喂奶,通常怀孕后期胸围会变大,要是乳腺开始准备分泌奶水了, 此时可以发现乳头有乳家,但为什么很多人都说没有奶,就是因为刺激不够,怎么激发奶水呢?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平凡的喂奶,但许多妈妈因为担心喂不饱宝宝,或者信息不正确,认为宝宝喝母奶只要三,四小时喂一次就好,一天最多只能喂六次,但事实上,刚出生的小宝宝一天要喂八, 十二次以上,今生儿的喂大小就像一颗小弹珠,一次可能只要五,七CC就够了,但宝宝第一个月成长非常快速,喂容量可能会增加到80CC,初期几乎每小时喂一次奶,妈妈会很辛苦,没错,但随着宝宝越来越大,喝奶的频率也会逐渐降低, 妈妈说不定会怀念呢,无法欺慰也要认真挤奶,很多人说有欺慰才会有奶,但有些情况可能会导致妈妈无法欺慰宝宝,像是宝宝生病无法牺牲,妈妈返回职场上班,宝宝没有跟父母生活在一起,或是早产男将无力气牺牲的,难道妈妈没有欺慰, 就没有母奶了吗?其实这种时候,妈妈更要尽量魔法宝宝喝奶的频率挤奶,不管挤出多少奶水,持续挤,定时挤就是了,宝宝越无法欺慰,使用合适的挤奶器就越重要,正真挤奶,期待欺慰,这样就能慢慢建立充分的奶水,欺慰或挤乳前,可先泡温水早,牵手妈妈产后心情都会较紧张,慌乱, 这种时候教它任何手法技巧都很困难,最简单的就是去泡个温水早,让自己放松,但若已经入房肿胀,要避免用大量热水直接刺激入房,补充蛋白质帮助发奶,乳汁的成分为95%水与5%蛋白质,所以要增加乳汁的命,就需要多摄取商商水水,以及蛋白质丰富的蛋豆鱼肉类, 食物若建议可以选择鱼汤,豆浆,豆腐,鸡蛋,去皮的鸡肉,助理鸡蛋含蛋白质热量降低的食材,让妈妈发奶不发胖,此外,任何食物都不应该过量,因为补充太多豆浆,宝宝可能会脏气,牛奶喝太多,也可能导致宝宝对奶破敏, 所以要多样化的摄取比较好哦,小奇景通常产后第一个月会做月子,建议产后第一个礼拜先以清淡为主,对于奶水还未通畅的妈妈,也不建议这时候,就吃猪小花生这种发奶餐,可能会使胸部更胀,到了第二周再慢慢添加酱谱的发奶餐。 关于直播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